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典泰迪杯是一项今年新办的赛事 非常有趣的一个赛制 它是采用了从前年中国围棋协会推出一个全民围棋团体赛的一个赛制 什么叫做全民围棋团体赛呢 它比拼的是一个城市综合的一个设立 一个队的一个综合实力 像经典泰迪杯它的一个要求是由五台决定 第一台为20到30岁的年轻骑手 而第二台是30到40岁 第三台30到40到50岁 第四台50到60岁 而第五台就由女子棋手 女子棋手可以由职业棋手代表 所以这考验的不仅仅是某一位棋手或某一年龄段的一个个人实力 而是一个整个城市的一个整支队的一个综合实力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盘棋 孟凡雄是一名非常有实力的棋手 他是我的同龄人 从小我们就下了很多很多的棋 尤其在大学他就读的是上海复旦大学 而我读的是上海财经大学 我们又成为了老对手 他之前都是职业棋手 然后随着这近些年因为喜欢围棋 把职业段位退了 可以更多的参加业余比赛 因此我们在大学期间以后 又有了很多在业余比赛上的一些交锋 每次跟他下棋都特别的辛苦 因为他其实非常有战斗力 力量非常大 应该说我们总体的战绩 应该说是胜负比较接近 但跟他下棋 自始至终一定要注意力高度集中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现在骑非常熟练 他因为在野湖 每年要下很多很多的棋 每天就可能有五六盘的对局 所以对着棋的一种嗅觉 非常的敏锐 所以跟他的一些对局中 就经常会吃这种棋型方面的一些亏 就经常会一个局部会突然被他揪住 这盘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吧 像这个挂角以后 这一挂 这都是AI比较时尚的一些招法 首先我们今天可以借这个机会 讲讲这部飞以后的一个变化 飞以后 首先黑器有这个夹住的一个下 逼住的一个下法 白石接 白石可以反加 所以黑器有这个飞的一个下法 这个也是比较 有这么下 然后白石飞 将来黑器留着一个脚上打结的手段 这是一个比较长戒 将来随时可以搬 但这个戒 黑器不能随时随便打 打完以后 其实这个戒如果输的话 白石这上面紫胶还是不错的 黑器即使飞一个粘 黑器简单在外面走两手 可能不能弥补里面的损失 如果白石自补的话 那跟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 这个子首先少了这个子 而且黑器有扳了刺的一个手段 将来这飞一个木树后薄都差的比较多 而如果被打成这样的话 将来白石碰啊 夹住啊 黑石都有这种受弓之鱼 所以这基本可以看成一个两分的一个下法 同时黑石又飞出的一个下法 飞出白石走 黑石跳 这也有骑手跟我下过这样一个局面 白石接下来又长或者夹都有 所以这一弹变化比较多 实际上黑石走这个 拆也有拆这个和拆这个两个下法 最早是流行的 比较流行走这个 但这个现在随着下一手 缺乏下一手 因为白石还是有打路这个手法 下一手也不知道走在哪 所以这个反而是比较少见 要不就拆二 要不就高拆三 实际上先挂一下也没问题 这部拆一尽管没有看过电脑 但这部拆一肯定不是电脑推崇的下法 他觉得这骑肯定是 如果要走的话 白石肯定应该高效率把头抬起来 像这个子效太低了 尽管我明知道这部经常会有这样 就下骑的时候 包括很多骑手下骑都这样 尽管这部骑不得到电脑的认可 但还是很想往这么下 因为也是自己对骑的一个理解和一个喜欢 我并且认为这个胜负肯定不会在这里决出 眼角 这都处于正常的局面 白石如果挂 还是飞 白石这个 再拖 这也是有的 也可以这么下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黑石如果立 白石贴 然后黑石如果点 白石沾上也可以 跳也可以 沾上的话容易行车乱战 黑石可能走这个比较好一点 走这个有点不伦不类 白石就算跳也或者加一个都可以 这个的话白石肯定会往这走齐了 那这个损失就有点大 实在跌脚肯定也没有什么大毛病 黑石这时挡是有讲究的 如果挡这边 那白石走这个 这在我们之前节目 黑石就长 这也是可以预料到的一个下法 白石看一下针子 就是针子是黑石有力 那白石就不能跳 跳黑就冲断 明显黑石得了 白石飞 黑石如果拆的话 白石坚持 那这样白石飞和这个尖的这个结构 白石可以满意 一个高位一个低位 而且把这个黑石逼住这个要点给防住了 黑石可以满意 但黑石可能会扳了扳 如果这是白石简单的被定势 那肯定不能 这里肯定不能满意吧 白石如果吃这个 那是更不能满意 这个是大家一定见过的一个 现代的常见定势 白石如果飞出 这是黑石针子有力 黑石可以针掉 这个针子白石的引针 比如说在这一弹引针 经常除非是特别严厉的引针 否则一般情况下是黑石肯定会不理 黑石会靠 继续对白石施压 经过这一弹定性以后 这个针子自然而然就不严厉了 白石大致只能补一个 这个黑石如果能针和不能针 电脑认为基本上要差 将近要差十个点 就胜率要差百分之十左右 在我们看来 可能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地方 电脑认为这两个差别特别大 能针掉的话一定要针 只要针掉就是黑石有力 针不掉是个两分的定势 在这局面下针掉以后 白石如果走 黑石还可以再抢到这个 那应该说是黑石可以满意的 所以白石要想想办法 一个办法就是白石把这个吃了 简单定型 黑石粘 白石再刺一下也可以 试一下应手 同时问路 这也可以 拆一个也可以 在这一带拆一个也可以 甚至拖鞋也可以 就刚才那个定势 不太能接受 另外白石也可以考虑走这个 把这个长出 也可以选择这样一个转身 这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但在这样 无论黑石怎么下 这部B的价值都会被减小 而实际上黑石的思路 就是要扩大这部B的价值 黑石实际上这个飞 就是这样 考虑到孟凡球长期网站成绩也非常好 而且下了很多棋 对这一代变化肯定很熟 所以实际上确实不太敢拖 拖就担心里面有什么新的变化 飞刀等等 所以选择了比较简单的这个顶了班 黑石B主 这也是根据这个之前 就是这部档就制定好的一个计划 如果继续走的话 白石两种 第一个现在目前增子应该是 白石有力 白石可以这么下 白石可以吃这个 把这个方向转过来 别看只是转了一个方向而已 但实际上差别还是挺大的 黑石不能蒸了 蒸白石马上把黑石走 这个白石就算飞起或者拆个一 这一个配合白石应该说是还可以的 那这个头起来了 这个也把这个给防住了 这个配合还可以 所以黑石选择暂时不下 先逼住 然后根据这里的下法再决定这怎么动 白石作为气盒 打吃力下 也没有问题 同时不下 在这里点33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下法 粘上 把这力下 从这个局部来看 我一直认为这个骑形 白石完全可以满意 多一手 白石六个子 黑石五个子 多一个子走成这样 应该是白石 我至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的白石 实际上接下来下法就是 现代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代攻防 就这个局面 脱先以后的一个攻防 这里黑石尖顶 这个是以前最最常见的一个下法 到这个 虎 最早的时候被认为 被黑石吓成这样白石吃不小 所以黑石尖顶以后 白石以前 就包括不是以前吧 我们一两年前 就AI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就觉得被黑石这个逼住 首先很难受 第二个难受之余以后 这次不能再被再补下了 再补下被这一尖顶 这个白石太难受了 白石必须要在这下 尖顶了一飞防守 一定要这样 这时就可以看出黑石这个字的魅力了 比这个字好的地方了 如果这样的话 白石尖顶了飞还肯 这个实在有点不太肯 但现在其实的理解就不一样了 就现在觉得黑石这首其实并不可怕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 就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 我曾经下过一盘棋 那盘棋也非常有意思 是我搭档天狼 也是一个AI 和另外棋手 叫武贤者一个业余六的 搭档一个AI 也是天狼 下的一盘连棋 就我们各自搭档 然后下车这样一个局面 走这个 然后这时该我下 我想我要观测一下高手 天狼高手思路 我就坚定了一下 对这个发起攻击 然后一场 然后我以为这首 是在我们所有人的思路中 这几乎是百分之一百的一首 白石斑 黑石长 这几乎是这样的一个 老二实战 我坚定完 对手一尝以后 天狼下出这一首 这时老我感觉到已经是 匪夷所思 完全是想不到的一步棋 白石一尝以后 那我只能贯彻他的思路了 如果走这个的话 那显然不如这样 只能往这一走 然后他才心满意足地 继续下下去 他还是认为这里 这个顶了班不大 所以就是这个抢了 正因为单走这个的话 被白石飞 他可能觉得有点不肯 所以或者被跳一个 他很难理解 往这走了一个 就只能 目前只能 他因为没有办法说话 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他只能认为 这部棋坚定不好 然后坚定了班 他实在不愿意这么下 他认为这里价值不大 所以他宁愿这样 逼着白石走完以后 走成这样 而也不愿意走这 让白石出头 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 一个解读 所以接着大家都不怕 这一手棋 不怕这个 接下来这一段的变化 我也学到很多 因为之前可能在去年 8月份到10月份那一阵子 棋下的比较少 接触的AI也比较少 然后随后11月份 又开始出来下了一两个比赛 在比赛至于那个 白宝翔经常给我一块摆棋 这部尖充这个 确实是他教我的 这部尖充他觉得这部棋非常好 但随后我在这里吃了很多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刚开始的时候 他摆的是这个图 他告诉我尖充 小尖 白石就算这样压 把这个弃了 就一路弃了 这白石都还可以 白石再一尖充 这都还可以 黑石如果走这个 白石搬了一长 这个骑形也很好 将来一贴 黑石很难受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有道理 随后走完这个 对手一印 他没跟我讲 然后实际上就拼命 加进去来一跳 我发现这两个交换 并没有什么便宜 但是事后他告诉我 这起白石可以再跳一个 然后改成这样以后 白石再走这个 黑石尖 白石尖 这我也有一盘实战 随后 当时因为我是觉得 走这个压过去 那差太多了 这个子的位置 跟这个还差的挺多的 跨着黑石还有可能脱鲜 被黑石一断 这我感觉不太能忍受 所以我选择不尖 尖他也认为没问题 走这个 随后我走这不挤 又受到他的批评 在当时 那段时间我也特别按下这 我也想把这个局部搞搞清 但在这个局部中 我确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这盘子幸好对手 实际上我挤完 对手选择这个盘 打吃了一虎 这个图白石还可以 实际上只要黑石一断的话 这个 叫什么 我这个胜率会成为一种 断崖式的下降 这个图白石完全不能接受 白石被脚上吃的特别大 而且外面很薄 所以他事后告诉我 这棋 白石只能挡这个 黑石走这个 白石该走哪走哪就好 甚至再补一个都可以 这一代的变化 尽管每次就一两步棋 但确实很有 黑石走这个的时候 白石实在这盘棋 我掉了这个 黑石走这个 我又吃了一次药 这个时候 我又是选择了家机 但更好下法 还是应该白石往这飞一个 比较崇荣 黑石估计可以预料的 黑石会在这拆一个 白石就长一个 黑石飞过 所以白石点三三 这样是白石 比较不错的一盘棋 所以这一代的思路 确实很难理解 但现在有了AI以后 确实很多年轻棋手 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像这一代 尽管变化不多 这里面看上去变化不多 但其实充满着各种乐趣 黑石爬 这不打入 虽说有些超市过急 但也可以视为正常的一手吧 而且对于这一代的家机 这一手 这里两手机的位置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不错的 再走就黑石肯定往这走 如果加的紧跳完 有黑石将来留着一个拆二 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正常分寸吧 黑石上跳 白石停 黑石飞 实际上白石飞这个 也正常一手 同样也可以考虑走这个 走这个有点担心 黑石拆个一 像这种是双方根据地 而且有关这里带的攻方 走这个以后 黑石这两个子变薄 白石这块是顺势变厚 而走这样的话 黑石一旦这里变厚 白石变厚 而同时黑石这块也会渐渐变厚 实际上所以因此宁愿被 头震进去 也是想把这个自己下厚 跳 下到这个时候 总体感觉应该说是白石不错的一盘棋 可以去跳 这两手棋下得非常强硬 首先这个时候 黑石是明显有一个破绽 那就是这里冲断 这是明显的一个破绽 但直接动手 我们可以看一下行不行 黑石可以先刺一下 这是黑石的权力 随后黑石打吃 走 再挖 走这样 很明显 黑石很简单的就画进了白石的攻势 继续白石如果继续要杀的话 这个就看得特别清楚 从这样看 这个局部杀刺明显是黑石 白石不够 白石里很难长处几刺 而黑石这里刺根本收不住 这个图白石不能接受 那这里白石显然不能把这个黑石断点就不当件事 就当成不能看成黑石已经是连的铁后了 对吧 肯定要围绕着这里做一些做些文章 动些脑筋 这幅靠就是这个意图 黑石如果忍的话 那这个就是现实多了 这个再冲的话 黑石就挡不住了 如果虎一般的话也是一样道理 白石一虎 基本上AB两点建合 这个黑石也不能忍 实际是被一靠黑石有点难下 那木凡雄很有实力 先往这穿 就是要防住这个 白石一沾 黑石再刺 要撅出一个断点出来 但白石这个不怕一沾 黑石如果冲的话 白石可以挖 这个白石无论如何也不怕 对吧 白石就单跳 这黑石就很困难 其实沾白石就渡过 没什么了不起 而局部将来白石一挡 这个很舒服 黑石直接冲断 显然有点无谋 先忍一个 接下来白石如果直接动手的话 由于这里毕竟还欠着铁 这个动手黑石不怕 白石肯定要先补毛病 这是补毛病时候 需要动点脑筋 其实很简单一个地方 要不是沾 要不就挤 区别在那 挤的话眼型要好一点 走这的话 将来白石要作业 只能走这 而挤的话 白石吃鸡膀可以看成为先手 否则提了一靠 黑石受不了 这将近就差了半个眼 半个眼对这块鞋 应该说还挺差别挺大的 同时白鸡的话 将来搬出对黑鞋 这块鞋的压力要大很多 但走这个的话 黑鞋这个是绝对先手 这个也有先手味道 这个不是先手 就这个是绝对先手 差了这个先手 对这一代的攻防 比如说白石沾 一旦白石里多一个子的话 这不挖还是体现实的一个手段 而这个就肯定不复存在了 所以实战纠结再三 我是选择了这个粘 但局后想一想 可能还是应该走这个 这因为挖的可能性 并不是特别大 这里带多个先手 意义也不大 而如果挤住之后 将来这个搬出以后 对这一代的攻防 差别还是挺大的 尤其如果粘出 白石有跳的手筋 尤其如果长 白石一挡 有了这个以后 基本上就已经先手了 所以局后反性 还是应该挤一个比较好 总体来说 跳白石走到这个的时候 应该说还是白石 明显要好下一点 这一代白石下的 更为顺畅一些 实际上下一手 应该说是我充分可以体现 要骑升啊 所以我们经常讲 骑的一个熟练度 还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骑因为下的少了以后 就会比较深 下面一步骑就是充分体现了 令我下的非常遗憾 我觉得是可能最近几个月 下的最臭的一步骑 这跟一种低级勺的 就低级错误 我们称之为勺 那种勺的感觉还不一样 这就是一个骑性的一个迟钝 那就是这部病 我觉得这手骑 局后看或者从我现在看 要有多臭就有多臭 当然觉得出完头以后 这里我将来瞄这种手段 像这种手段 整体来说 比如说掉一个 再一冲断 相当相当有些 各种各样的一些下反 甚至这个出头本身也大 被他先手夹一下 对这里隐隐约也有些 也有些模样 这本身是不小 但落实要具体手法 这部棋太令人遗憾了 首先即使要走的话 白志骑行也应该是虎一个 当然这时肯定应该点脚更大了 就应该虎个 这个走完以后被黑志一断 那这个时候真的是还生不如死的感觉 如果吃的话就认亏 那这手其实就类似于没下一样 将来被人一顶 这太难受了 实际上心情上肯定不能忍 就一张 这被一搬特别难受 如果白志吃的话 黑志走黑志这个也是先手 这个就没有必要去强调这个节谁打过 得过谁打不过 因为即使你打赢了 你也不可能粘这个 而相反 白志如果粘回去的话 将来这黑志一尖 整块志的眼形明显不足 实战没有办法 白志只能猴 黑志往这一爬 继续考验 白志一搬 白志只能吃的话又还原了 只能搬 搬黑志可以爬进来 所以说这步骑太人的遗憾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骑的一个熟练程度 对骑手持力的一个重要性 现在因为骑下少了 就特别担心在这种骑行方面出现问题 包括后半盘的低级事物也会增加多 所以骑啊 就是很多小朋友 很多或者成年骑友 都在问我怎么提高骑力 所以最最重要的死活体也好 或者高手复盘也好 都是一种重要的提高手段 但另外一种最主要的还是要多下 只要多下了 多总结 对骑的熟练了 那自然而然骑行的感觉就会更加明论 而实战我这部病 确实令人下的太令人遗憾了 这就是完全的骑行的一种顿感 好 我们回到骑盘中来 这走完以后 将来黑石很痛苦 黑石将来再一爬 白石能吃这个 黑石只要这一袋多一个子的话 将来这一飞 又是令白石苦不堪言的一手 好好的一个脚 尽管一顿被人搜刮以后 只称五木齐 而且这炉还要被先手搜刮 这实在让人有些受不了 但这没办法 都是这步齐不当 如果这步齐不走的话 黑石不可能会冲断这个 这个子的效率呢 太低了 其实被靠一下 利益也比现在实战结果要好 这一代白石损失很大 应该下完这里以后 基本上已经把布局时候 好不容易击转的一些优势 都已经消失残尽了 实在顶 大家跳一下 这也已经顾不上了 由于已经没有尖的先手 这也顾不上掉这个了 只能先把这个确保做活 所以让黑石再一飞 一方面也是防这个断点 另外一方面 也就是想将来追求这一下的舒服 其实白石最手搬的价值也非常大 在这个局面下 搬了长 下来这个挡式先手 这也是很舒服的一手 目搜后保都很大 白石是点三三 这肯定也是全局的一个大炒 对手显然是对这个局部的研究 很有信心 第二次是出了这个飞 丝毫不怕拖 白石继续忍难 这个时候不能拖 因为拖了以后 黑石这有个子 这个战斗显然不利 这时候局面应该来说是比较接近的 黑石的问题是全局的实地比较少 而白石就是一定要把黑石这个中控限制住 把潜力限制住 其实白石就是还是一个简单的班 这个班应该说价值还是非常的 这样应该说还是白石稍稍优势的局面 实际上白石引针 当时主要这个并完以后显得特别后悔 就一直有这种形式有种悲观感 其实这棋没有到这种程度 可以是走 白石斑 这都是引针 一起补 白石冲断 应该说这里其实 下成这样的话 白石应该还是有收获的 这是体现功力的一手 如果黑石去吃 白石沾 首先多处一挖 先这不弹 另外将来这里的手段 这里什么挖一个 这里的手段 特别让黑石恶心 所以黑石这部退 还是稳健的好手 把黑石打吃一下再退 凑个步调 接下来一部 显得白石又是过于矫健 这是其实白石只要虎一个 就幽灾幽灾的下 黑石如果跟着走 白石又跟着虎 上面肯定死活没问题的话 白石想把这块去处理好 黑石全去目数 始终是个问题 黑石最凶的 可能刺一下在小间 白石又跟着一个个长 只要这块去处理好了 白石再补这支补活 这支处理好了以后 黑石全去目肯定很危险 这如果要围的话 白石再往中间随便走走 这应该说是很简明的一个图 实际上由于这里 可能对自己的表现不满吧 所以这些招法都下得过于激烈 靠这个 冲 其实对手的形式判断 还是很准确 他认为这骑丝毫不能有任何松懈 这全部撑住 这跟白石单搬相比 白石目数先损了 但其实好处就是 这里走来以后 黑石整块起更苦 白石直接走的话 起来有些超支过急 黑石搬完了一段 这个不太行 这个白石太危险 这要是两块起处理完 要杀过这一串黑的不太可能 此时白石肯定还是一个忍尽 黑石继续再走的话 这个白石也丝毫没损失 这样的话依然能够保持一定的优势 白石这不碰 又是过于矫健的一手 这个黑石当然不能直接硬 硬的话被白石这一贴 这个就已经下完了 这一旦被忽进去的话 这就算黑石 第一黑石不好活 黑石活得很困难 就算活了 这被进去可能也不行 黑石先挖毡 打色在发力前先确保半个眼 白石搬一下 再把这沾上 这一加好齐 开始发力了 这也是孟凡雄的一个长处 白石跳 这交换了两下 这两下其实并不便宜 首先目所亏了 第二也让白石看得特别清楚 特别安心 将来走这白石就一倒 那本身黑石这一带 还有这个利益有先手的可能性 这两手其实得势不明 估计是对手在这里 出现了一定误算 白石炒 白石炒也是可以 实际上白石是跳 想追求一下黑石型的薄位 这主要还是黑石这几下 不应该交换掉 冲了断 这不能冲了断 这如果冲了一断的话 会发现白石这一冲 这黑石不太行 这两边被借用的话 这肯定不太行 矿炒白石可以先 就最简单吃了这一尝 这黑石不能断 这断被白石一吃 这个太危险 实际上黑石先补这个 白石跨 这是应该说还是白石好下一点 因为这个局面下 白石所有子都是可欺可取的 而黑石 黑石由于实际方面压力 还是要在这里多动脑机 走这 黑石依然是挑最凶的下方下 压住 黑石走这 白石冲过 这时候黑石还是要出招 如果不出招的话 很明显的一个问题 就是实地不足 白石黑石大摩亚 其实已经是被断了 已经被破了 黑石所得到 就是这里实地略为增加一点 实地方面的压力 依然很大 断 战斗依然在白热化之间进行 黑石斑 实际上这个骑 当时犹豫了很久 没有下出手 但这个时候 我局后想 我觉得这骑 无论如何白石 还是应该吃这个 这个尽管是亏了两目骑 但其实这两目骑 其实暂时 黑石现在就交换了 黑石现在就交换了 白石走这个 黑石再搬 这两目骑 其实是无关紧要的 不是说无关紧要 但在这样一个局面下 并不着急 并不是最重要的 白石就像实际上这么下 这样的话就会一个 面临一个最大的差别是 实际上没有这两个交换以后 黑石已经活了 白石冲 黑石一吃 已经活了 再走的时候 黑石肯定会提 而不会沾 所以先打掉的以后 留下了一个冲掉的 杀黑棋的可能性 这对黑棋的压力要大很多 实际上当时觉得 这棋已经行事优势了 没有必要 这棋我已经想收空了 黑棋一走 我觉得这棋要把这棋 最好是能找机会气了 当时走这个 其实白石吃 如果黑石断这个的话 当时看到这个图 一加 我觉得这棋 白石已经可以赢得很简密 况且白石还可以气 还可以把这个打吃出来 就走了一沾 可以把这棋给气了 可以走这个 白石在这一搅 这个黑石根本就没法下了 再一吃 黑石如果虎的话 白石就一加 黑石全灭 所以如果能交换这两个的话 能走到这两个的话 这白石应该是问题已经不大了 这个黑石很难下 实际上黑石显然不会这么下 白石这已经打掉了 黑石显然不会断 不会这么简单的一个地方 不可能上到 而是选择继续接 要求整体攻击白石 那这时就白石这两个交换 为了两木齿 而没有交换这两个 那损失的就有点大了 实际上只能走这个 这有可能会差了一手棋 黑石没了后顾之忧以后 开始全力一搏 首先黑石要小心 因为白石这个是先手 白石这个肯定是先手 这一穿 这两个子基本上掉了 所以黑石先定型 先猴 白石冲 既然猴了 白石就可以把这个给交换了 再粘 从总体看 还是黑石比较勉强的一个格局 黑石靠下 这时只能以攻为首了 如果这个时候 黑石什么时候软一下 被白石连上 这骑瞬间就下完了 就钉上 或者小尖 这骑就已经下完了 只能通过攻击来寻找剩机 这时依然黑石很困难 先把这个挡了 因为有可能 以后就走不着了 以后万一杀起来 对 黑石这一单 直接的攻势很难构成 因为这里还欠了 先攻这里 其实白石什么时候 在这打势一下 黑石必然要先往这做活 先往这出逃 那这白石就有先手一个眼 基本上也就安心了 这时当时也杀的兴起 我想这骑总是黑石勉强 再一口 黑石一走 这手骑都是过于冲动 其实白石往这儿可以搬一个 解明处理就可以 搬 搬起立 黑石沾 这基本上都是如此 然后实际上白石是可以直接挖 这个打一个亏了一枚结材 直接挖了断 其实是个非常严厉的手段 这个手段其实非常现实和严厉 打结 黑石其实不应该再跑了 黑石应该先往 这一带也不太好 应该先找结 先往这一带想办法找结 这个再跑只会加速失败 这个结因为黑石很难打过白石 白石小尖 当时双方的时间都比较紧张 说到时间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时间对比赛的一个重要性 首先这盘棋的实现是非常短的 是每方30分钟 然后每步棋加秒10秒的一个棋 下到一定的时候 几乎就是10秒一步大家在这下 应该说时间是非常非常紧张 是一个非常快的快棋 尤其在最后局面 是30分钟每步棋加5秒这一盘棋 如果要在一些如果比较复杂 尤其像这盘棋攻杀的特别激烈的时候 5秒钟做出一个正确的 那个选择的话 那应该说是非常的困难的 所以我们很多业余比赛 有的下的还是包干制 所以经常会有一句话 就时间就是木 你可能这棋形式是领先的 但你可能到了最后两三分钟的时候 还有一堆棺子要收 甚至中盘还没下完 那即使再强的棋手也会出现失误 所以时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包括有些 我觉得就是年龄渐渐上去以后 这在关键时候 以前我们可能5秒钟就能做出一个 大致的一个判断 而现在可能需要10秒甚至15秒 这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所以用时和盘棋怎么样的一个掌控 这也是一个棋手综合时的一个体现 也是每位棋手的一个必修课吧 好我们回到棋盘中 这个节应该说还是打得炉火炉土 白石提 黑石再贴这个 基本上这两手棋走完以后 白石应该已经是胜定了 白石吃完走这个 再走这个 尽管木树亏这点亏就无所谓 这亏了一木齿左右 已经无所谓了 白石再提节 这个节黑石无论如何不能 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让白石给提通 提通以后整块都不火 只能粘 加 这是对手 可能是时间紧张 已经枪法已经大乱 像这个粘 完全没有必要 一走 但这确实也引发了我后面的一个失误 白石如果搬 白石让搬 黑石靠 其实白石这时最可能是往这搬进 搬进的话 这磁应该已经是结束了 黑石已经无法抵挡了 黑石走这个白石吃 这个就已经是没办法了 这个黑石已经是 实际上白石提节 黑石立了一个 继续找节 刚准备他提节的时候 莫凡英在 读秒时候做出了一个正确选择 把这个给加了回去 止损 白石尽管无条件打赢了这个节 但黑石抢到这不利 这时候我们就提到双方时间特别紧张 在当时的情况下 我估计还有 对手可能还有一两分钟 我还有五分钟 应该是我的时间是优势的 但我一直觉得这骑不肯死 其实电脑后面只要在五秒钟 电脑就做出一个正确的 其实白石走这个 这骑黑石其实贴不出目 但当时没有往那里想 心想这里这个局部怎么可能死 然后就开始活 先靠 走这个 黑石一顶其实就 白石这个时候只要简单的往这 实际上白石靠一下 损一下 没有问题 这个时候 只要白石冷静往这一立 这骑也下完了 黑石走这个 白石断 走这个 这样白石肯定已经活了 白石打赤 黑石提 白石挡 这活的没有任何问题 这甚至带着木树在活 那白石这个时候 一立 黑石如果走这个 白石就连 黑石走这 白石站上 站上 黑石走这 白石把这个 后悔 这已经是白石黑 白石盘面都好的 大胜之局了 这已经完全够了 没有必要再搅 实际上我这个 走这个 一走 我一走 当时我觉得特别好 黑石很难硬 黑石如果直接跳的话 白石粘 走这个 白石可以先断一下 走这个 走这个 一管 这白石已经活进 两个力都是先手 无论如何活进 甚至这一道尖也活了 这个也当时也完 但是没有注意到 黑石可以提 其实提完以后 当时就一下子 愣了一下 这部提 确实出乎了 我的意料之外 当然就一直 特别后悔 为什么不能粘 粘了档 为什么不把这下下掉 这部可以说 是非常遗憾的一部 提 实际上就是我单拐了一下 这是我单拐了一下 被黑石把这个给提了 特别特别后悔 一直想 为什么我不把这个粘 这什么意思呢 这样第一个错误就要犯 然后这是就 在我三分钟的情况下 陷入了一个长烤 想了两分钟以后 走成这样 其实这两分钟 并没有很多 没有完全调整过来 更多的是想 为什么不是我 为什么不这么下 而是他被提了以后 其实这是冷静下来 白石这块 依然是活气 依然是打劫 白石可以先扑 再走这个 黑石不敢杀 黑石如果杀的话 白石一贴 走这个 这局部是个双火 甚至是白石的一个先手双火 即使白石黑石一贴 白石把这个补回就行 这是个特别简单的死活体 可能如果从死活体难度讲 肯定是业余五段以下的 可能业余三四段都行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 尤其受到一个情绪的一个失误 当时一直觉得走这被一段好奇 这我怎么办 然后就没有气息想 其实还是火的 特别简单的一个局面 当时的情况就是 特别特别懊悔 就是尤其 下午这部对手提 对方看我在参考的时候 还在问观众 其他几盘怎么样 当我听到得知 其他两盘是2比2的时候 一方面是我觉得 特更加后悔 像这么关键奇迹 赢到时候 一个意外失误 把这棋给输出去了 另外一个就是 也断绝了自己认输的一个意念吧 本身挡完一提 我发现这棋 活不了就想认输了 还好没有认输 否则就是 真的是太可惜了 第一个这里面 白石依然是活起 但当时我和对手 孟凡雄都没有看见 冷静下来以后 我竟然是挡了这个 把这里白亏了15木齿 跟单捕的话 几乎是亏了15木齿 但这局面依然并不是输 黑石一爬 这部小间为了木鼠 为了撑住一木多一点的齐 竟然冒着黑石铺这个的风险 也可以说是 已经是完全情绪失控的一个状态 这起白石其实只能走 只能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 黑石一打吃一沾 这里差点木鼠 但还好这部起 让我幸运的又得到了后面的机会 这是后面的故事 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 黑石这个时候应该说已经赢定了 这情况下 黑石把这个收了 很大 把这团 我依然没有看到作画 而是在谋划另外一件事情 白石搬 因为这个时候双方时间已经很紧了 任何的一个选择都是在电光火石之间吧 把这提 可以去挤 然后当时自以为就冷静下来 做出了一个最优的选择 其实圣机一直在眼中 白石什么时候走到这个 白石什么时候就能赢 白石实战士 扑走 提走 当时观战的我的队友 就是说看到我吓成这样 以为我这个走会了 吓到吓到这样了还不走吗 然后看到我走这个 我自以为是最后的机会 实际上却错失了一个最简单的引起道路 黑石一吃 白石一走 黑石一打 破眼 把黑石先提解 白石吃一些 这样 提 打 把这转 一字转 白石 我自以为是搞出一个收器吃 应该说是最有机会的 但实际上却已经不经意间错失了一个特别简单的获胜两机 就是白石不能粘 粘被黑石一飞 这个眼位太大了 而且目数损失 先让咬住 对手是觉得对手的思路还是相当清楚 他觉得这骑黑石提还不一定赢 非要把这个粘了 那白石走这个 其实黑石提解应该也是要赢其 尽管赢的不多 但应该是黑石盘面10目左右应该是有的 实际上白石沾 这稍稍令我黑石有点头疼 这里面将来要补不少次 可以提 但白石冲找结只是当时的一种心情 当然我觉得我也没有想到对手这时突然把结给削了 当时我以为他打吃完再考虑是不是要铺结把我结打爆 没想到他想了一下后把这个结削了 这一下子给了白石机会 可能也是对手形势过于悲观造成 白石这个也是最后的一击了 这是黑石是结 白石提了被黑石冲下这个不够 白石必须要把这个硬住 但白石在找结过程中应该先把这下挤掉 为什么要这么说 这样肯定更解明 实际上下成这样的话 这局面已经逆转 白石提 白石这些结材都很舒服 白石这个有点问题 应该最后计划是应该把这个打掉 这个应该是赢得最清楚的下方 走完这个以后 这里就存在了一定的变数 在能不能挤到这下就存在了一定的变数 白石提 黑石挤 白石沾 当时大致算一下结材 铺 提 白石提 黑石是这部打吃 还是最后一枚结材 白石沾 这样的话是黑石唯一可以争生的路 其实白石这个挤并非结材 提 黑石提 白石打吃 黑石提 依然是结 白石只能找这一枚 黑石提掉 白石把这断死 会形成这样一个转换 幸运是这样的一个转换 依然是白石可以逆转 白石小胜的一个局面 但肯定不如之前白石先把这个挤掉 白石肯定稳稳的多一枚结材 赢得明显 而实战黑石也没有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这样应该是最细的 可能是黑石排名三四幕的样子 黑石上是冲了这个 那白石把这个结削了 应该说终于是觉得赢了 黑走这个 白石吃这个是胜利的宣言 因为从木属角度讲这个最大 但从一个安全系数 尤其大家时间都紧的情况下 先收这个 黑石粘住以后 白石再稳健的滋补 这手机本身就有价值 这两个走完以后 确实白石已经排面都好了 这盛实已经不可动摇 应该说这盘棋 还下得非常的激烈吧 从前半盘 我觉得还是一盘质量比较高的棋 后半盘由于时间所限 每步去加五秒 确实对大家来说都比较残酷 白石也错失了很多 简明获胜的一个机会 这一方面说明棋还是要多下 这样才能提高的更快 另外一方面也发现像这种赛制 尤其是团体赛制 大家都特别重视 特别关键的一种情况下 在电光火石之间 决胜的一种刺激 这也是一种心赛之下 大家特别喜欢这些心赛制的 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吧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节目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节目